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更加的出色 就是怎么样提升自己角色的能力 首先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有一个点数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东西叫Power Rating 我把它翻译成能力评分 这个东西的数值就是 这个228就是我目前的能力评分数值 下面这个50是最低的能力评级 就是说任何一个玩家都不可能低于50的能力评级 而这个250就是下一个阶段的能力评级 就是说我等我这个数值达到250的时候 我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能力评级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个武器里边都有一个 这个数据里边都有一个拳头 旁边有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这个武器 或者这个装备自己的这个能力评级 然后所有的这些装备的能力评级的这些数字 加在一起 就包括你这个另外一套装备 然后它加到一起就是这个的数值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了 所以那么这个评分 这个能力评分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的作用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它是用来决定 你在任务里边的难度的一个标准 你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随便开一个任务看一下 比如说我找一下 这个任务是300的这个能力评分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300这个任务的能力评分里边 由于我是218 所以我在这个任务里边 我受到了 我对敌人造成的伤害会减36% 敌人对我造成的伤害会加38%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评分是干什么 这个评分就是决定你在任务里边的难度 假如说这个任务是低于我的评分 比如我现在是228 然后这个任务是200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增加大概10%左右的 对敌人增加10%左右的伤害 敌人对我的伤害会减10%左右 所以这就是这个大概一个数值的换算 就是说它会根据你的自己的评分 跟任务的这个评分之间的这个等差 然后去换算出来一个值来决定你在这个任务里边的难度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你如果想把你的这个 想做这个任务简单一点 你就需要把自己这个评分提上去 然后越高越好 但是就是说怎么提升这个能力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每个武器都有这个自己的评分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 我们要获得更好的武器或者装备 然后装备到自己的身上 就能提升这个这个这个分数 但是我们怎么样获得这个更好的装备 那么什么决定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装备 就是这个等级 这个叫Inquisitor Rank 可以大家注意到我们有两个等级 一个是这个Inquisitor Rank 就是这个审判官等级 还有一个是Account Level 是账号等级 所以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给大家就是一块解释一下他们俩 Inquisitor Rank 就是你这个人物自己的等级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我这个远征军自己的等级 我如果是在有一个刺客的职业的话 另外一个人物 他会有自己的另外一个这个Inquisitor Rank 所以这个是在单个人物之间才有用的 就是不在人物之间共享 而这个Account Level 是在人物之间共享的一个经验 就比如说我提升我这个远征军的这个Account Level 然后这个Account Level提升以后 我的刺客的Account Level 也会变成这个等级5 所以这就是这两个能力之间的不同 然后这个Inquisitor Rank是怎么影响我们获得的装备的水平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目前是 比如说我目前是等级7的审判官 等我升级到我在等级 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只会获得等级7的这个装备 就是大概是评分可能是30左右 但是如果我这个升到了这个等级8 那我就会获得可能评分是40左右的这个装备 所以这样的就可以慢慢把我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评分给堆起来 然后我的这个任务里边的难度就会变低 所以这就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获得更好的装备 那这个Account Level有什么意义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个Scale 就是我们各种天赋数或者技能数 这个技能数是需要获得一定的点数来那个获取的 所以你看这地方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Account Level就是决定你能获得多少这个Scale 就是ScalePont的就是你的天赋点数 你每升级一次这个账号等级 你就会获得一个这个天赋点数 这个天赋点数是在每个人物是在你同一个账号下的每个人物之间共享的 比如说我现在升到等级5的以后 我的这个远征军会获得一个点数 然后我的刺客也会获得一个点数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Account Level的作用 所以现在大家也应该知道了 这个技能天赋不用说也是用来提升人物的能力的 所以说你如果想正常的平衡的提升你自己一个人物能力的话 你最好是就是说能够让这两个这个让这两个等级平衡 但是我现在就给大家要要讲一下 就是怎么样来提升这两个能力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审判官等级 审判官等级需要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审判官等级的经验值才能提升 然后但是什么样的任务 就是才能提升这个审判官等级的这个经验呢 有三种任务 第一种就是这种紫色的叫Premier任务 就是叫叫什么白金任务 就这种任务 他可以就是那个呃 他在这个里边就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就是你如果选到这个任务里边 他就会告诉你你看这个任务 你可以获得100点的这个呃 Inquisitor Rank的这个点数 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这是一种可以获得这个 Inquisitor Rank经验的这个方法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是做这个Placeholder Story Mission 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剧是内部有一个剧情的任务 这个这个不是剧情模式 只是只是这个任务自己里边有用 它的剧情 你如果做这种任务的话 也可以就是说获得那个你的这个 也可以获得你的这个呃 Rank Point 然后还有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 就是这个塔罗牌任务 就是在这个右下角 这个Other's Tartle 这个这个任务的比较特殊 就是说你选择一张卡牌 然后把它放进去 或者是三张卡牌 然后他们会组合出来 就是每张卡牌会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一些作用 你比如说 这张牌就是说会让你那个 就是他会制作出来一个这个 Spear of War的这个类型的任务 然后他的这个呃 效果呢 就是说会增加那个找到 就是一些植入物 这些装备的这个呃机会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 他就是说会增加 那个那拿到重型装备的 这个这个呃机会 然后这些小卡牌的作用呢 这些小卡牌的作用呢 就是你比如说这张 就是说呃 这张就是说敌人的这个 近战伤害会会增加百分之五十 但是他会让你这个 拿到五到一万五的这个金钱点数 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效果 也有一些好的效果 这这就是这个塔罗牌任务 你需要有一些取舍 但是就是说 比如说你你特别需要一把步枪的时候 你看你比如说 特别需要一把手枪的时候 那么你用塔罗牌任务就可以很好的 这个找到就是一把手枪 而且他这个任务的评分一定是正好 跟你目前的评分一样 所以说难度可以说是没有提升 也没有增加 是中等的 所以这就是这三种任务可以增加这个 呃 这个你的这个审判官的等级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塔罗牌任务不是随便就能开的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地方显示有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废的点数 就是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这个点数 就是相当于叫命运点数 这个东西呢 是就是你必须要够一百 或者是九十 就决定你开什么样的塔罗牌任务 然后你才能 就是达到这个 废的点数数值 你才能去开一个塔罗牌任务 但是这个废的点数是怎么获得 就是说在任务里边 任何一种任务 不管是 就是哪种任务 你在这个任务里边 有一个时候 你达到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你就会获得一些额外的这个废的点数 这是一种获得废的点数的方法 然后 还有一种这个 还有一种获得废的点数的方法 就是看到这地方 这是这是你你你每天的每日任务 你看你完成这个每日任务的条件以后 你也会获得一百二十的这个废的点数 所以这就是两种基本的获得这个废的点数的方法 然后现在我们说完了 就是说你怎么样提升你的这个审判官等级 那账号等级怎么提升 账号等级提升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就是任何一个只要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任务 只要我刚才说的 只要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 用来提升审判官等级的任务 他都可以获得这个account xp 就是你的这个账号的经验值 所以这就是你用来提升你的这个account等级 就是账号等级吧 就是做那些 做除了那三种任务以外 其实任何任务都可以获得这个这个这个经验 然后这就是就是 怎么样提升这两个等级 但是就是这个地方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任务里边除了奖励 我们有三种东西 这个是金钱 这个是各种经验 那这个是什么 Glory Glory这个东西呢 是作用于这个地方 相当于是一个周长任务 你就比如说 你看他这边会告诉你 你完成了跟你的这个同样的这个挑战等级的任务的话 你会增加10的这个Glory 然后你完成高点的话会增加20的 第一代会增加50 然后完成一个什么的完美的调查任务 加20% 然后这个数值总共加起来一块 你要在一周内里边完成 然后你每完成一个阶段 就他就会有不同的奖励 但这个奖励不是立刻给你是在这个周长结束 是在这周结束 比如说我这周还有三天 然后我现在我完成到了这个阶段 等这三天结束以后 就这一周的任务结束以后 他会把这三种奖励都给我 这这两种奖励是那个就是装备包 就是你可以开包就是呃 你就可以就是开包就试试自己的运气 然后可以开出来一些就好的装备 然后这个就是奖励费的点数 所以这就是这个Glory的作用 Glory相当于是一个周长的一个分数等级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应该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些东西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 但是我可能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点这个快 或者说有点乱 所以我去这地方给大家理一理 就是首先是这个呃 平能力评分 这个东西是决定我们在任务里边的难度的 这个评分的这个呃 数值的这个这个 是所有你的这个单个装备的这些呃 评分加起来就是这个数值 然后为了提升这个数值 你需要提升你的这个审判官等级 审判官等级提升以后 你就会获得更好的评分的这个装备 然后把这些装备装上去以后 你就会增加你这个总体的这个 这个评分等级 而只有这个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就是提升你的这个天赋数的这个水平 所以怎么样点出来更多天赋数 或者说获得更更多的天赋点数 你就需要提升你的这个账号等级 然后通过提升这个账号等级 然后你每提升一个账号等级 你就会获得一个这个技能点数 然后就可以用来点这个天赋数 所以这就是你大概就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用来怎么样来塑造你的人物 来提升你的人物能力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就是大概一个思路 然后其他的一些额外要注意的就是说 像这个各种不同类型的任务 比如塔罗牌 然后这个白金任务 或者是这种普通任务 他们各自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这就是就是他们不同 不同类型的任务会获得不同的经验 然后但是都会获得一个Glory 你获得这个Glory 总共加起来以后就是你这个周长的这个整个的分数 然后这周结束的时候 他会他每周会结算一次 然后把你这个达到标准的这些奖励给反馈给你 所以这就是这个游戏整个一个这个人物塑造系统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 所以我想我今天这个解释能给大家这个解开一些这个谜团 然后呃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就是了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的这个进度 我再把刚才那个步骤给大家理一遍 首先你要看到你的这个评分点数 评分点数的来源是你所有的装备的这个单个的评分点数的总和 就是你的这个评分点数 评分点数决定你任务的难度 为了提升评分点数 你是要提升你的审判官等级 审判官等级越高 你获得的装备的评分点数就越高 所以加起来总和也就越高 然后还要点技能数 然后技能数 点技能数需要有技能点数 而你的这个账号等级 每提升一个账号等 你就会获得一个这个技能点数 然后可以用来点这个天赋数 然后为了获得更好的装备 你可以就是使用这个塔罗牌任务 来限定一些条件来获得更好的装备 塔罗牌任务这个开取需要这个这个费的点数 然后费的点数的获取 一个是通过完成日常任务 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在任务 在每一个任务里边达成特定的条件 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些费的点数 然后每个任务的奖励 除了金钱和各种经验以外 还会有一个glory点数就是荣耀点数 这个点数是作用于周长的分数 周长的分数会在每个每周结束的时候刷新一次 然后你每周结束刷新的这个时候 你达到了这个周长的这个分数的标准 可以获得的一些奖励 就会在他结算的时候给你 然后这就是目前的整个系统 然后我想这一期我也就做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乱 反正我已经总结了两遍 这整个塑造人物的过程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游戏的塑造过程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么我想我这一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那么我还是审判官雷娘 我们下期见 不ficien 那喔 za